以往日美2加2会谈大多是在美国召开 而且时间上也都是新领导上任之后 短则7个月 长则2年才会搞2加2 所以这次日美2加2 奥斯汀 布林肯上任2个月 就奔赴亚洲首选日本 令日本媒体非常惊讶 惊讶美国这是有多迫不及待 对中国是有多紧张 日本媒体还特别列举出中美军事力量的对比 根据去年9月 美国防卫省报告上的数据显示 中国海上实力越来越强 到2025年在东亚周边的军事实力也会发生反转 再加上中国在经济上的实力 特别是新冠病毒疫情之下 中国是恢复最快的国家 日本媒体认为以上种种都让美国有危机感 所以美国国务卿和防长 时隔8年一起出访海外几个国家 还都是为了钳制中国 日美联合声明中三分之一的内容直接点名中国 最终反常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关注 除了惊讶 日本舆论也开始忧虑 日本的钱包在中国 安全上又要依赖美国 这么复杂的关系 日本该如何做人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是这么回答的 他说在不同的领域适用不同的关系 这些关系包括合作竞争战略或者敌对 其实日本民众也并不欢迎这样的联合声明 声明中提到美国会用包括核在内的各种能力 承诺日本的防卫 日本舆论认为核武器禁止条约才刚刚生效不久 日本就这么抱住美国的核保护伞不合时宜 而且声明中再次确认美军基地迁往边野谷是可以不再使用普天坚机场的唯一解决方案 完全无视了边野谷周边民众的心意 还有驻日美军的经费 日本该负担多少等等 这些写在联合声明上的文字都是美国留给日本很难完成的任务 年内日美还将举行二加二会谈 我们继续观察 届时再看日美彼此都做到了哪些承诺 感谢您的关注 我是上海东方卫视东京站记者宋看看再会 收藏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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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